311大地震晚舟年前夕 東京有過千人參與反核遊行 有人高舉核能時代已經完結的環額 促請日本政府全面停止核能發電 有遊福島專程來東京參與遊行的退休老師認為 兩年前核輻洩漏事故已經警示世界 無論哪一個國家都不應該再發展核能 在311大地震之後 日本共50個核反應堆當中 日本政府只是允許其中兩個重新運作 相信是與國內不斷有反核遊行有關 不過有分析說 去年上任的首相安倍晉三 在保守黨鼓吹親核政策的聲音之下 有機會重新啟動所有反應堆 甚至想再興建新的核電廠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葉詠言報導 香港人都會搶予 香港人都會搶守 香港人都會搶じゃあ 香港人都會搶 sun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